海地总统摩依氏遇刺身亡 梵立刚今天声明 宗教方济各对他遭遇令人憎恶的暗杀事件 表示哀悼 并谴责任何行事的暴力 教宗手术后 目前正在医院禁养 教廷国务院院长帕洛林表示 教宗要对海地总统的遗孀 及海地人民致上哀悼之意 帕洛林在以法语及西班牙语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教宗表示哀悼 并谴责以任何行事的暴力手段 来解决冲突与争端 他希望亲爱的海地人民 能有祥和团结与繁荣的未来 海地总统夫妇昨天在海地 首都太子港的私宅遇刺 第一夫人冯婷身受枪伤 84岁的教宗方济各因罗患结肠 仪式狭窄症 在4日接受约3个小时手术 预料仍需 祝愿数天以待康复